当地时间是1月5日,法国马赛一栋建筑发生倒塌,5日,马赛是中心发生楼房倒塌事故。 负责楼房施工的Light Art公司经理说,这座建筑曾经得到了很好的维护,是由11个人共同完成的工作,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。 但报道称,这座楼房的进口前厅2017年曾倒塌,自10月以来,情况越来越糟,10月18日,楼房前厅的墙壁又出现裂痕。 居住在5楼的租户透露,楼房入口的墙体上,有一个巨大的裂缝,建筑公司经理解释道,我们在三天之后进行的干据,维护工作都已经完成。 我们也问过是否需要疏散住户,专家和市政官员则告诉我没有问题。 目前,一些居民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,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生活。 悲剧发生后,马赛的许多建筑都开始疏散住户,马赛市中心有60多个酒店房间的105人被转移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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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